苗栗28岁女子因为债务纠纷被人掳走的案件 警方抓到了4名嫌犯之后 开车的灵性男子在今天也落网 警方随后将他押到台中后里交流道的换车地点来进行搜证 由于落网嫌犯公称 主嫌是绰号叫做阿翰的男子 是否身有其人 还是嫌犯故意误导警方办案 还要进一步厘清 逃亡了三天自知逃不了 当时负责开车的灵性男子在前往警局投案途中 被远警具提到案 警方随后将他押往台中后里交流道 换车地点进行搜证厘清案情 案件是发生在18号下午 当时灵性女子做完美甲准备要开车 没想到遭三名男子当街掳走 警方30小时内逮捕4名嫌犯 21号又逮捕开车的灵性同伙 在警方权力追悉下自知法往南逃 于今日时一时许 在前往警察局途中 经刑事警察大队 以及本分局原警具提到案 警方调查 灵性女子疑似玩电脑线上赌博 击欠理性男子30万元的赌资 被掳走逼债 但嫌犯共称 朱仙是绰号阿汉的男子 是否是嫌犯故步一阵 还是真有其人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目前全案依妨碍自由 伤害及窃盗等罪嫌 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 警察官复讯后 灵性阳性以及高性男子 因为涉嫌重大 有串证之鱼 向法院申请 积押获证 记者张兴杰苗栗报导